這個昨天我們看到這個全總的記者會 我相信台灣的人一看到覺得有既視感 我覺得很熟悉啊 為什麼我就有一種感覺 這感覺就是我們這個卡提諾法學院的現場 為什麼呢 因為卡提諾法學院的這個level 大概就是說我認為你有就是有 就算沒有任何證據我還是覺得你有你就是有 我說有就有 對對對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昨天整場的記者會 對我也有看啊 我真的是有一個長得很像硬核顛的啊 就是他主席就是個光頭 我真的是有點受不了 那重點來了 重點是說他任何的血液檢測啊等等 他特別還是提到一個什麼呢 他特別要提到的就是他把這個數據啊 所謂這個叫做這個稿固酮 他一直說這個稿固酮啊 這個男性的這個比例過高 可是他拿不出任何數據 現場的記者也跟他講你拿出來拿出來 結果也都沒有拿出來 那所以他又強調說我很尊重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大家一聽就覺得差不多可以轉台了 對那我是認為為什麼這一次啊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奧運會想要繼續看下去 原因是因為每一個選手 他都有這個背後感動的故事 大家要知道你要成為選手 其實那個訓練是非常的這個辛苦 非常的枯燥的 非常的 不是枯燥啦 因為有時候也是非常刺激啦 但就是說非常非常的累 好 那我要講齁 就是關於這個林玉婷的部分啊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學拳 其實我有學拳了 你又有 昨天講雨球你也有 我也有自己也有 你也講拳擊你又有 但是真的會很累 我看過你打得很爛 非常爛 非常爛 對因為他真的很不容易耶 不是說我為了要打架或誰要去 我就是想 可是我真的兩堂 我就不想學了 那你要知道林玉婷去學拳了 他為了什麼你知道嗎 就周九人有一首歌啊 不要這樣打我媽媽 不要這樣打 不要這樣打 好 就是林玉婷他採取了什麼 他採取了積極的態度 其實有非常多 你要知道台灣很多單 就是家庭啊 其實都有這種所謂家庭的不幸 可是他為了要保護媽媽 避免就是在爸爸 就是爸爸繼續毆打媽媽 所以他就去學了拳擊 那他看了一部漫畫叫第一神拳 就像我小時候看柯南一樣 我都有這個找柯文哲麻煩的這樣的精神 那這個第一神拳的這樣子的漫畫 其實就是讓他決定要走上這個拳擊之路 所以他的故事我覺得是非常的感動 那另外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二零一八呢 他就稱霸這個世界就有得獎 可是很有趣的就是說 你會發現這個市井賽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這個 他被取消了銅牌 那大家就說為什麼要取消 其實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國際權總搞他嘛 對不對 國際權總搞他 但是去年他的杭州亞運 林玉婷他的檢測正常 而且還拿了金牌 所以非常多人就講說 明明昨天記者都問啊 去年他都可以拿金牌 你們沒有意見 那為什麼突然間今年奧運 你也有意見 所以大家都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那另外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就是JK羅琳呢 他也是非常的片面 他就是看了這個 所謂小報的報導相信 然後就對林玉婷攻擊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啦 我的想法就是說 林玉婷他講很感動的話 他說我都要站出來比賽 那這些風雨啊 那就可以視為就是對手 他也懼怕我們的實力 所以就拿一些毛病來做文章 他相信他可以在場上 發揮出來是更好 然後揮出每一拳 我覺得是非常的正面 那我另外啊 就是網友啊 就是故意啊 要用這個 我也知道很多的網軍啊 想要用這個議題來攻擊啊 譬如說 把這個我啊 跟苗柏亞 跟這個林玉婷放在一起 問說誰比較漂亮 那我要在此聲明啊 我走的不是漂亮路線 我走的是可愛路線 好漂亮就留給苗柏亞 之類的 人家阿苗走的是專業路線 專業路線 好 知性路線 阿苗你漂亮又可愛都給你 好 全部都給你 那其實昨天有一個選手非常感動 那時候我在吃飯的時候 我就得知說 他居然是就是 就是剛看的嘛 他就是因為他要這個 插好手唐家鴻 對他從這槓子上 你知道那個槓子多高嗎 是你剛剛看的那個圖 他是俯視圖 其實有兩百七十公分這麼高 他這兩百七十公分 他是直接因為沒有握好 整個就掉槓摔了下去 那你知道他摔了下去之後 其實你要知道 面對運動選手 面對這樣的失誤的時候 他其實就會更緊張 但是呢我認為就是唐家鴻 我認為他就代表一個台灣人 任性的這樣的個性 他居然是直接站了起來 然後由他的這個教練 繼續再把他扶槓上去 然後他完成了這個完美的動作 那其實各位要知道 他整套的動作有多難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他怎樣動作呢 在國際上非常有名 他叫做這個貓跳五百四十度 那這樣的五百四十度 他做完之後 就是貓他會 他會做出這樣子 超過三百六十度的旋轉 他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還要再做三百六十度的轉體 他完美而落地 就是說剛 就剛說我們 他雖然掉槓之後 他還是站了起來 那個是大失誤 那那個大失誤 其實讓他扣了一分 那但是他沒有放棄 他又站起來 做完這整套的 世界有名的動作之後 我覺得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在他失誤之後的七位選手 五個就發生 也發生了嚴重掉槓等等的 嚴重失誤 那就忽然間大會就宣布 他得了銅牌 那其實他本來在場邊 場邊哭得 哭得非常的慘 那後來他終於拿了牌之後 笑一笑 為什麼大家知道 其實他在巴黎奧運之前 他放棄了非常多的國際賽事 為了就是想要 在巴黎奧運有一個更好的這個演出 表演 而且呢 他在巴黎奧運的前一年 居然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的阿基里斯健斷了 其實阿基里斯健斷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 對於運動選手來說 應該是說他的運動生涯都會斷 但他還是堅持下去 各位要知道 你看他這個簡單的這個貓跳 這個五百四十度的動作 他其實他每一天訓練了這個 每一年他訓了兩千個小時 你知道兩千個小時就相對 各位常常在電視上看到尚伊夫嗎 尚伊夫他這一年的通告 都沒有兩千個小時 對 也就是說其實你就要知道 這個奧運選手他訓練的是 你的意思你有 不要這樣子互嗆啊 繼續 這不是重點 所以重點就是我要講 就是說我們的奧運選手 其實是非常努力 所以他得牌的時候 自己也非常感動 那另外我要告訴大家 一樣也有一位 他就是 也就是他的這個 腳的肌腱也撕裂了 那這一位這個這個奧運的選手 他叫做彭敏陽 他本來是要做這個四百公尺的跨欄 但是很可惜的 他是在這個巴黎奧運的前一個月 前一個月 就是七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他在練習這個跨越這個欄架的時候 突然聽到啪的聲音 然後也是產生了這個肌腱這個嚴重的斷裂 就造成他只能就是退出賽局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雖然大家看到就是說 我們在奧運上 還要幫自己的國人加油 都那麼辛苦 但是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 體育的選手 他們很辛苦但也不放棄 所以各位 我也希望大家 這個有機會也趕快 繼續幫我們的選手加油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五七點半這麼清水嗎 對啊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乘奶魚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紀錄板 等你一起來